穿搭想要好看 颜色占到一半 你看我们往往在路上看到一个人的穿搭 我们其实很难看到他的脸 但是我们最直接看到的就是人家衣服上面的颜色分块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配色公式 非常好上手 第一个口诀就是90%的主体色 以及10%的点缀色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全部都穿淡紫色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100%的颜色 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要更有层次感一点 我们就可以保持在这个主体色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10%的点缀色 可以是我们的披肩 也可以是我们的配饰 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一身的层次感就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掌握好90%跟10%之后呢 我们就做一个进阶版 把我们的90%变成一个同个色系的深浅 就做成一个同色系的单位 比如说我现在全身上下都是灰色 同样的灰 那么它就是我的90% 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更有层次感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90%拆成一个同色系的深浅 那么这样的质感会更好 那么在细节上我们有10%的点缀色 我就可以直接放在我的piece上 你看 这一套是不是整个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阶版的公式就是 60%的主体色 以及30%的辅助色 同时再增加10%的点缀色 好 然后就先从我身上的这一套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条纹 那么我搭了一个灰色的裤子 也就是我们的灰色的颜色色块占地比较多 那么它就是我们60%的主体色 细节上面我们用的是一个黑色 包括我的鞋子也用的是一个黑色 只是说它的面积不会那么多 所以它就是我们30%的辅助色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好理解 就两个色块 一个多的就是60 一个少的就是30 对吧 那在细节上面 我们怎么去增加这个点缀色呢 灰黑黄 这个是我觉得很漂亮的piece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用披肩 或者是用包包都可以 我其实更喜欢用披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30%的点缀色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其他的颜色都在这上面找成块 比如说我的包包跟鞋子都用黑色 这个就是形成我们一个很高阶版的万能公式 这个题材料